全缺527天后 台体育部门主管一职终于确定 由台湾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现任台湾足协秘书长郑世忠担任 在2022年的台湾足协理事长交接典礼上 时任足协理事长郑文灿 对郑世忠赞不绝口 任命他当足协秘书长 而才过了短短几个月 郑世忠和郑文灿双双高升 进入台行政团队 也让外界质疑 此人事案是由郑文灿居中牵线 有仇拥的嫌疑 来先当足协的秘书长 然后来当个跳板 去当到体育主张的话 是不是有这么好的一个仇拥的一个模式 郑世忠就是郑文灿 燦有有的一份子 过去把足协当跳板 现在又要来二诊体育署 郑文灿用公堂养自己人搞派系分章 政府院长之前是主写的理事长 但是这个我想不是他必然的年代的关系 台教育部门帮忙灭火 然而郑世忠的过往黑历史又被外界扒出 所谓时代力量民代往晚欲爆料 2015年 中国台北队青少年撑肝跳选手 叶耀文到卡塔尔比赛 然而负责后勤工作的时任台湾田径协会副秘书长 郑世忠没有提前准备跳肝 反而要求运动员到当地界 同年叶耀文到巴拿马比赛时 又再发生一次没有跳肝 最后被迫无奈退赛 不仅如此 郑世忠在担任足协秘书长期间 还出现过足协拖欠足球裁判大量薪水的情况 对此往往欲讽刺 既然民进党当局决定用这么优秀的人才 担任台体育部门主管 必定有什么理由 会期开始之后 他一定会大力来监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